哈喽大家好,我是游戏爱好者和子 相信各位小伙伴都是看到封面而见的吧 现在各位主播的粉丝请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听我一一解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红尘和小妖是同一个人 无论是声音还是视频 各个方面都像同一个人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看过小妖的第一个视频没 来,上原视频 大家好,我是爱上哥的段子手小妖 说最嫂妥东北话 带你吃鸡,声音就是这么贼啦,卡哇伊 今天的挑战呢,是用此刻手拿的M4 看过小妖直播的人会发现小妖这时候的声音和直播中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后来我从小妖铁粉嘴里才知道 小妖的视频,以前的视频都是她自己剪辑自己配音的 现在的视频是她找一个团队替她配音以及替她剪辑的 而她找的这个团队正好也就是帮红尘剪辑视频以及配音的团队 如果当时小妖没有找到这个团队或者找另一个团队 就不会出现了现在红尘和小妖是同一个人的这个话题 我之前的视频就说过红尘的这个账号是有一个团队在这运营 有专业的打手为她打素材以及专业的配音员剪辑视频师 还有的就是第三位主播不知道大家刷告过她的视频没 大家会发现她这种视频风格和红尘的视频风格是一模一样 一看就是同一个人剪辑习惯而造成的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他们的主页以及第一次发视频的时间 大家看到我那个红色标记的地方吧 他们那个个人介绍简直就是很相似 再来对比一下他们的同一个视频 十年魔一剑今朝落九天 大家好我是九天 一名决心要上无敌战神的小剑客 九天此刻的段位是黄金五 挑战一百天上无敌战神 你们觉得我能成功吗 今天是我出入江湖的第一天 接到的任务是挑战带外号的枪械驰驰鸡 不知道小伙伴你们发现了没 他们的台词基本都没有改变 其实当时已经有小伙伴看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评论 其实小伙伴还没有发现 这个视频中的这个男的配音员还配演过 侠口红尘东的侠客小夜 这个角色的配音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声音 不圆了吗 啊 宝宝们快给九天支支招吧 到底还有哪些枪械是带外号的呀 我总不能带着一把VSS 这有什么难的 放马过来吧 那我是不是要给你一点回礼啊 方天哪 小夜我交友不慎啊 各位小伙伴你们紫星星还是会 发现他们声音还是有点相似的 之所以有区别只需要在原有声音 稍微变一下音就会达到第二种声音 这两个人物的声音是有同一个配音员 配音耳腕疼的 小伙伴还有这位主播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团队的 来咱们看一下他们的第一个视频就知道了 嗨上神明月 天涯共此时 嗨你们好 我是明月 今天是我初入江湖的第一天 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人物 十年魔一剑 今朝落九天 大家好 我是九天 一名决心要上无敌战神的小剑客 今天红尘中 脱身白日 大家好 我是红尘 是一名心怀糊糊之至的一品侠客 目前还行完成九十九封命令 方能晋升为九品高手 昨晚说 最近的小伙伴会发现他们总会说特殊任务这个词 而且他们的台词大部分都没有改变 以上的结果种种证明这些账号都是团队在运作 视频末尾欢迎各位小伙伴投稿 每期视频从关注留言点赞收藏转发的小伙伴和战场的小伙伴各抽一位送出红包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